根据原住民族语发展法第二十条规定 教育部应培训原住民族语老师 协助县市政府以专职方式聘用为原则 而这一部日前也公告高级中等以下学校 原住民族语老师金融待遇及考核办法草案 并委托国立东亚大学办理相关研究计划 以及分区咨询会议来征得各界意见 21号第三场北区场次中 望荣国小校长针对草案第四条 各县市主管机关办理联合公开甄选作业 应设足语老师征选会 建议将征选作业交由各校来办 第四条建议各校资本征选作业 在花莲县来讲就现在的教育提示来讲 它的代理教师都是各校资本 而花莲县有多足语的老师都来自于部落 国教署原特组组员以及东华大学 明发系副教授陈章培伦则回应 草案中规定的公开招考是希望避免征选不公的争议 不过最后的领选办法还是交由各县市政府来决定 我们是认为就是所谓的公开招考这件事情 是永续性的一个机制之一 就是避免私人用人 现在的示范期间 县政府几乎没有多少角色 只是经过公文而已 然后都是由学校得人自己得人做处理 是有一些老师给我撒印这样的太公平 所以最后我们会建议说 你还是由县出名来处理 可是你县的处理方式 我真的是采取联合征选的方式呢 还是我经过县的征选会最后决议 请分区各个学校来做处理 其实也都可以 另外备受关注的草案内容也包含 专聘教室能否兼职 师资进修以及薪资结构 5月28号将在东区举办最后一场咨询会议 针对相关管理办法以及补助要点 做出完善修改 希望能在今年新学期开始正式上路 原是新闻人是乌溜台北市采访报道